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杂志最难发的文章 大家可能以前不知道 它每一年发多少 每一年只发十篇 但是它对自然杂志却非常的重要 大家揭开这样一个谜题 可能大家都会对这样一个话感兴趣 那么Nature杂志的话 对于自然杂志 就是全世界最知名 最顶尖级的这样一个杂志 那么它最难发的文章 它到底是什么呢 马上老师将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来讲什么叫难 首先说说在Nature上发文章 它到底难得何处 首先你看全世界有多少人做研究 包括这些搞研究的人加一起有1000万 全世界有大约1000万人做研究成本 那么自然杂志的话 一年它发表的研究性的文章 就是科研的这种文章 它有多少篇 大约只有800篇 一年它只发800篇文章 但是它却有一千万 全世界有1000万的研究人员 所以说每一年里面将近 有人在上面发的文章 万分之一 它不到万分之一 另外更别说有一些组 比较厉害的 像资源比较集中的一些组 像北大就可能多一点 像北大清华多一点 其他甚至有些学校 可能几十年 甚至建校以来都没有发过一篇 可见发入自然 哪怕是正常的平均下 它也不到 它也只有万分之一 你想800 这个除以一千万 你看是不是小于 而且还小于万分之一 你就可见在自然杂志上 发文章有多难 那这个难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这个东西 就一定要非常具有创新性 非常具有影响力 而且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才有可能在自然杂志上发 当然不一定 所有的重要的工作 都一定在自然杂志上发 但是自然杂志上 它的工作可能也称之不及 但是总体上 就是平均来说 就好像北大一样 北大的学生也称之不及 对吧 北大老师也称之不及 但总体上来说 北京大学的 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 就是在平均的程度上 它还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个学校 那么的话 同样自然杂志 它在总体水平的话 仍然也是第一名 也是第一名的 大家公认的所谓第一名 而且它每年发的这些文章 都涵盖在各个领域 考古 历史 天文 地理 生物学 以及物理学 化学 就所有领域 那么它也涵盖 就可见它发王自然 大家去想想这个 比如你要拿一个世界冠军 你要拿一个世界冠军 那是这个世界冠军包括什么 包括奥运会 比如说再包括世界赛 对不对 包括什么世界杯 世界杯等等等等 你看这些所谓的各个领域内 包括南球 羽毛球 乒乓球 跑步 游泳 所有的加起来 它一年的金牌 它肯定不是八百个吧 它肯定大于八百 然后我也没找到它具体的数据是多少 就所有的领域 世界冠军拿着 其实在资产杂志上说说发王招 毕竟拿一个世界冠军都要盖蓝 这就是资产冠军 这个拿一个世界冠军都要盖蓝 这就是所谓它 为什么蓝的原因 当然就是说 很蓝的原因 那么的话只是这个东西 我只是说从这个蓝一层来说 大家知道发一篇学术论文到底有多辛苦 一般学术论文的发表 它还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创建性的想法 叫ideal 你要有一个想法才能做出一个好的工作 如果一开始你的想法就不行 那么你肯定很难做出很好的工作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你还要通过实验把它证明了 要做出来 这个就很难 因为你要去设计一个实验要做它 就非常非常难 你要把实验做出来之后 你要就是相当于你要处理数据 其实也就是写嘛 你处理数据 然后你还要写文章 而且这个写的文章要是全英文的用 英语写 全英文的写吧 中文的没有中文 这个字眼杂志没有中文 这是全英文的写 而要通过学术化的英语的语言去写吧 这个叫处理数据 你要把它数据处理了 然后写完之后 你的文章你要改啊 文章要改 要改很多很多次 改到比较好 语言上也要非常好 然后各方面的图都要好 改完之后你要去投稿 然后你要投到字眼杂志上去 首先这个人就被编辑塞掉一批 只有10%的稿子 能够进入到速散 然后你省的话 你还要面临到审稿人 审稿人是非常非常难长的 他提各种各样的意见 然后刁难你 然后觉得把你这个东西变得很完美 审稿人过了之后 然后就是编辑 而且自然杂志上的文章 这样的话编辑也要求非常之严格 可是编辑的话 有些时候你觉得图画的不漂亮 他也亲自帮你画 而且还要把你的数据进行排断出版 然后最后编辑做完之后 然后就出版 就是你再发表 最后在在线进行出版出来 这所有的这个过程 这就是一篇学术文章 这就是一篇学术文章 这个 一篇学术文章 然后发出来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就知道 到底这个学术文章到底有多难 肚子叫了 一会儿讲完这期我们的上YouTube的课程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 还是很那个的 所以的话 大家这个觉得老师比较辛苦 就点击订阅关注一下 老师的这个频道 顺便点亮小铃铛 然后相当于说 给老师一辛苦的一份支持吧 大家这个点击订阅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 那么这就是一篇文章 他所发出来 他自己就是真正 真正所谓的这样一个难的地方 那么这文章已经发出来最难了 但是他还不是 《市场杂志》里面发表最难 最难的文章 因为《市场杂志》里面 它是什么 它是最前沿的 它的文章是最前沿 而且是具有最创新性的 最前沿 最创新性的 基本上是代表人类智慧的最前端去探索 那么如果是最前沿和最具有创新性的 你去研究一个未知的世界 所以很容易就出现什么 出现错误 首先错误 因为你要去研究人类未知的世界 而且还是最前沿的未知的世界 因为你不知道你对面是个什么 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研究的对不对 甚至有很多 所以我就有可能会犯错误 这是科学研究里面比较正常的 你就看科学的历史也好 这是正常 就现在我们 哪怕到我们现在 我们研究的一个东西 不能保证每一个东西都完全正确 特别是未知世界 未知世界 我都不能保证这个正确 所以的话 在Nature上里面 它也有一个最主要吸引的杂志造型 其实就是纠错 就是你去看这些最前沿的发表的文章 最发表的文章 如果你发现它这个文章里面 的核心 就是文章里面的最根本 它的根本 有问题 它最根本的地方有问题的话 那么的话 你就可以去写一篇什么 写一篇 他们的英文叫Metalizing Metalizing 在其他地方也叫Corment 就是这一类的文章 那么你就写一篇这种文章 但是它不是说 你发现人家文章中 有一个什么语法错误 一个字母写出了 你就能写这篇文章 或者有什么图 这个看起来画错了 和数据标错了 那是不行的 就细节错误 那是不行的 就细节错误 可能是不行的 它一定要是什么 核心和最根本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 最根本的地方有问题 那么的话 最核心的地方 是有自己的 或者它不研究的地方 你就可以写这样一篇文章 就上去 因为自然的杂志中 它一年八百两文章 它已经经过 非常非常非常严格 包括神高人的各种刁难 所以它基本上 绝大部分是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的 能够挑出毛病的 所以这样一个 纠错的 纠错的这样一个 集资这样的文章的话 其实它非常重要 它保证了 我们智能科学研究的 最前沿这个领域 不会出问题 因为你一旦出现问题 就被人家挑出来 就是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就是它是一个 纠错的集资 它其实是一个 纠错系列的文章 就是这个 Meterizing and Comments 就是它是一个 纠错系列的文章 这种类型 纠错非常非常重要 它保证我们人类的科学的前进 它是正途的 它不会偏扰到这边的 就是逐渐论偏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你去探索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出现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的话 你在内疚这样的杂志上进行传播 然后没有任何人进行纠错的话 那其他人站在巨人的键板上的人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也错了 那又错又加错 错又加错 那质量科学可能会蒙出的非常重要的损失 所以这个 这一系列的文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纠错性能在这 它很重要 那这篇文章它一年能发多少篇呢 10到15篇每一年 你看你就和它那个800篇去比较吧 和800比较一下 80分之1 10到15篇 就是一年这个纠错系列的 大概也就是10到15篇 在内疚杂志上 所以说它为什么难发 因为你要去找出 人类最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的研究成果 而且在内疚杂志上 人家已经经过了这么精密的这项论证的 这样一些科学的东西 你还要找出他们的问题之处 大概这个问题还是最根本的问题之处 但是非常非常难 就需要你有活眼睛睛 真的就是活眼睛睛 你就要有一个活眼睛睛 而且这个活眼睛睛的话 要能够看全它对主要的问题 才能够引起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然后去避免这个东西不严谨 或者有些错误的问题 所以它每一年只有10到15篇文章发表出来 可见它的难以程度 刚才说的 它很难去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数据和稿件 另外它的意义非常重要 纠错是多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 它就是纠错是很重要的 对吧 而且就是说每一年 就只要发10到15篇 所以它就是自然杂志里面 最难最难发的文章体系 而且也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体系 那么说自然科学里面 最重要的两种精神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质疑的精神 一个是质疑的精神 第二个是批判的精神 这两种精神 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就是人类的科学 为什么会发展 就是不断有人在质疑 在探索 在质疑原料的东西 新的东西 然后再想一些东西 在批判 就是这个mental writing 这个comment 其实就是一个批判 也就在批判人家的发现 发现东西 然后在基础上 然后进行一个提高 然后发现你的问题所在 然后我在进步 然后解决你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进步了 所以质疑和批判是 就是自然科学里面 它发展的原动力的精神 就没有了它 人类的科学就停滞了 就死掉了 是这样子 所以是这个东西 那质疑和批判 也是现在人类文明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精神才 最重要的财富和动物 最重要的财富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这个内心里面 这个纠缩性的东西 实在是原本的财富 它就是一个财富 它就是一种代表 一种质疑和批判性的代表 同时它也是保证了 我们最前沿的这部分的研究 它有这个纠缩技术 它能够一直往前走 也是我们科学技术 能够不断地向前 而不会出现错误问题之所在 也是我们这个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科学 可以不断发展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保证 就是这样一个纠错机制 那么其实通过我们这期的这个学习 然后的话 大家其实除了说开个演技 我们知道了自然杂志最重要的 最难发的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那些杂志上 每一篇文章都非常非常的难发 最难发的这个杂志的系列 以及它所存在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要有质疑批判的精神 以及在这个科学的道路上 不断地成长和不断地进步 然后同时保持了这样一种 一种这个一种能力吧 那么如何比较好的可以 也就是说让大家具备这种能力呢 那么的话 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点击订阅 关注老师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与老师一起进行交流学习 然后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然后对共同的进步 我相信大家未来不断地学习进步 也是可以去文学杂志上 发表属于自己的文章 有可能会发表所谓的最难发表的 代表着质疑和批判精神 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文章系统 然后为整个科学界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好的 也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关注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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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